现在这个天气越来越热 这个亚伯直接开出来就摊柄子 没有像之前这种包起来的这一种 开的还挺大多 还有这里一多 是不是很大 好大哦 我的手掌才这么大 快要有我的手板大了 手板型这么大 不过就算是摊柄子 还是挺好看的 这个香味很浓很浓 这个红龙已经完全绽放了 哇是不是很漂亮 它的话还是不是很怕热的 大家看刚刚那个亚伯 天气一热开起来就摊柄子 它的话就不会 中间还是很薄很薄的 慢慢的在展开来 哇这个大红色 是不是很亮眼 我喜欢好漂亮啊 再来看一下之前牵插的这个蟹枣栏 已经全部牵插成功 大家看全部都是这个气生根 还有很多片叶子上面都长出新叶子来咯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说明它的根已经长得很好了 所以它才开始长新叶了 有一些还没有长 得给它们一点时间 慢慢的都会长出来 期不期待它们开爆花的样子 所以这个蟹枣栏是非常非常好牵插的哦 同样是下午三点多外面的太阳非常非常烈 搬到里面的这个绣球花一个比一个精神 是不是状态很好 放在室外的这一盆没有开花的绣球 叶子又粘成这样 把它搬到室内去吧 看放在这里怪遭罪的 跟正侠进行 拍摄 呜搬到达 跟正侠搬到达 你怎样发了 我真的有下去 跟人的